您好 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周二表示 将会把亚利桑那州新工厂的计划投资额增加两倍多 达到400亿美元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之一 美国总统拜登贪官并称赞了该项目 台积电会把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扩大到两个工厂 并表示计划于2026年在第二个工厂生产被称为3纳米的芯片 这是目前所生产的最先进的芯片 该公司估计这些工厂投产后的年收入为100亿美元 特斯拉将为部分车型的中国买家提供近6000元的 从周三起到2022年年底有效的限时折扣 这是在此前宣布的4000元保险补削之外的折扣 除了保险优惠之外 该公司还在中国把Model 3和Model Y汽车的价格 降低了9% 特斯拉还在泰国推出了两款电动车车型 标志着特斯拉对长期以来由日本制造商主导的该区域汽车中心的首次进军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将禁止Meta 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基于个人数据投放广告 宾去称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 他与埃略特管理达成了协议 该维权投资公司 此前就如何改善冰去这家图片共享和社交媒体服务公司的运营提出了建议 埃略特的一位投资组合经理 马克·斯坦伯格 将于12月16日进入冰去统治会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拒绝在年度播放法案里延长一个临近的最后期限 该法案将对波音最畅销的两款新机型 七三机MAX飞机的现代驾驶舱警报实施新的安全标准 12月27日之后 所有飞机都必须配备 经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认证的 现代驾驶舱警报系统 这可能会危及MAX7和10的未来 或者意味着新飞机部署的重大延误 挥立资本团队 祝您健康快乐